鮭魚壽司 大家好我是Vivian 有觀眾提議我測鮭魚壽司 而壽司飯裡面有加糖 我希望吃完之後血糖波動不會太高 所以我會先吃一份秋葵 我會量空腹血糖 餐後一小時及餐後兩小時血糖 並算出血糖波動和其他食物做比較 我們開始吧 這是我等一下要吃的內容 一份鮭魚壽司 一份秋葵還有醬油加芥末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90 鮭魚壽司 秋葵我要開動囉 先吃秋葵 蘸一點芥末醬油 再吃鮭魚壽司 我先吃一片魚肉 再吃醋飯 吃完了 等一下冊 餐後血糖 餐後一小時血糖 餐後一小時血糖 餐後一小時血糖100 餐後兩小時血糖100 餐後兩小時血糖 餐後兩小時血糖 餐後兩小時血糖91 我今天吃兩個鮭魚壽司 有15克碳水化合物 算一份糖类 热量115大卡 做一下数据分析 吃鲑鱼寿司加秋葵 空腹血糖90 餐后1小时血糖100 差距时随血糖波动时 餐后2小时血糖91 小于140在正常范围内 之前测过单吃4片鲑鱼生鱼片 血糖波动7 一碗味噌汤血糖波动5 两盘毛豆血糖波动9 另外还有测过白饭的血糖波动30 吃一盘秋葵 再吃两个鲑鱼握寿司 血糖波动只有10 真是很棒的好消息 这种生鱼片加寿司饭 没有加其他酱料的沃寿司 两个都是碳水化合物15克 算一份糖类 吃沃寿司之前先吃秋葵 不但可以降血糖 也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 用餐时如果可以先吃 固体蛋白质和蔬菜 再吃淀粉类 对于控制血糖比较有利 但是如果第一口 可以先吃固体蛋白质 便可以创造饱足感 对瘦身更为有利 另外回转寿司里的生鱼片 味噌汤 毛豆 茶碗蒸都是血糖波动小的好选择 在此提供400大卡的 减糖菜单建议 4颗握寿司 2盘蔬菜 可以选择秋葵或花椰菜 2片生鱼片 1盘毛豆或茶碗蒸 总共6盘 吃的顺序建议 先吃生鱼片和秋葵 再吃其他的 保证控糖稳稳稳 而且十分饱足哦 最后提醒大家 吃完东西的血糖波动 不要超过30 比较不会刺激 胰岛强烈分泌胰岛素 导致合成脂肪 抑制脂肪分解 对于控制血糖和瘦身 比较有利 总而言之 好好控制血糖与热量摄取 才能好好成功瘦身 远离糖尿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一个赞 也请订阅留言分享 不要忘记开小铃铛哦 才不会错过 我每次的分享跟留言回复 谢谢收看